第三 陈皇爷算是地神 还是阴界的知神 拜陈皇爷时候可佛持安土地增宴 拜陈皇爷的时候可以持安土地增宴 我觉得你很奇怪 马来西亚莲花光宗 你为什么要那么喜欢安土地增宴 每一尊都要念安土地增宴 然后地神 地母 还有陈皇爷 你也要念安土地增宴 我告诉你 陈皇爷的神格大过于土地宫 它是地方的城坊 比如我们讲西雅图的城坊 我们可以讲叫做府城坊 整个华盛顿州的城坊叫州城坊 西雅图的城坊 叫做西雅图府的府城坊 那个我们这个 我们 雷上是在雷门 雷门的城坊 可以成为县城坊 金康体 县城坊 城坊分等级的 我告诉你城坊有州城坊 法盛顿州的州城坊 府城坊 就是因为法盛顿州的最大的城市是西雅图 所以他府城坊在西雅图 我们雷门是属于县 King County 县 是县城坊 城坊也有所谓的 州城坊 府城坊 这个县城坊 也有分等级的 不是你一个土地公的州 就可以念他们的 所以他虽然是属于 他是属于阴界之神 管阴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告诉你 这也是一个神话 有一个通灵的人 坐船到台湾 由中国大陆坐船到台湾 晚上的时候看见两条船 他就特别注意了 这两条船来得很奇怪 都发着光 他就很注意 一条船是 新竹 新竹都 都城坊 新竹都 都城坊 都城坊 他为什么叫都城坊 因为都城坊最大 管台湾前省 新竹都的都城坊最大 他都城坊 他都城坊 到了新竹都 来 一看到一条船 他是台南辅城坊 台南辅辅城坊 是辅城坊的船 也是从中国大陆派出来的 台湾的神 全部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哪一个王爷 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十福千岁 五福千岁 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台湾的城坊 全部从中国大陆来的 来这里就任 来台湾就任的 很多神明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包括瑶池金母 瑶池金母是昆仑山 中国昆仑山 顶上瑶池仙境 台湾最新的马祖 马祖伯 马祖伯 是福建 福建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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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里 从那里 请到台湾来的 哪一个不是啊 哪一个王爷公不是啊 闲天上帝 北极闲天上帝 是从中国大陆 哪一个山啊 他是哪一个山 蛤 蛤 我知道他是台湾在国庆 他的 到了台湾国庆 的地方 他主要是在那里 台湾国庆 北极闲天上帝 北极闲天上帝 是闲天上帝的 帝王公啊 我们叫帝王公 帝王公 北极闲天上帝 当摩天尊 就是帝王公 哪一尊 不是台湾的神明 哪一个不是 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讲实在话 台湾的神明 真的是 你不要老是以为 你念安土地真言 就可以 也可以请陈皇 可以请前劳帝神 帝母 还有 这些都 都可以请 安土地真言 也是很伟大 我不骗你 那是 守护你谈庭的神 守护你一乡一镇的土地公 所以 一个乡村里面有四方土地公 有四个土地公守护 所以 城皇归城皇 监牢地神归监牢 监牢地神 地母归地母 先跟你讲清楚 马来西亚莲花光宗问的 已经跟你解释了 不能以安土地真言 去请 释迦摩尼佛 没有 咱们